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定法律顾问实景师 在加拿大21年的老移民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 市井加拿大移民留学大讲堂 也是加拿大移民局官网的使用指南 那么在过去的一系列的讲座当中呢 我和大家详细介绍到加拿大联邦的 各类的一些移民项目 或者是学签 工签等方面的一些申请途径 那么今天呢 要进入一个全新的环节 那这环节是什么呢 就有关于加拿大的审提民项目 审提民项目啊 现在已是加拿大所有移民类别当中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 当它是在上世纪90年代 刚开始立项的时候 每年只有区区200多人 通过审提民项目移民到加拿大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但目前审提民项目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已经快速的成长 尤其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 每年的提民数啊 现在已经是突破八万多人 已经是快速的 像每年九万甚至十万的目标 进行大速度迈进 审提民项目啊 其实大部分绝大部分 都是属于经济类移民的项目 所谓的经济类移民 包括了这个技术类的移民 和企业家的移民 主要的两类类别啊 那么这两类的类别 有人问 那联邦不也是有吗 但主要啊 审提民项目中 这些移民那边 因为每个省的经济和发展形式不一样 每个省就可以结合自己省的 经济发展和对人才的实际需求 设立出定制化的移民项目 那么这样的移民项目推出来 就具有申请门槛灵活 在对部分申请人群 申请有更低要求的 这个提民门槛的前提下 可以帮助一些海外的申请人 达到快速 而且低门槛移民加拿大的目的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这个省提民项目呢 就是加拿大一个非常有名的省份 叫阿尔伯塔省 有加拿大移民医院的人 可能都知道这个省份 除了这个安大略省和这个BC省 接着就阿尔伯塔省了 但阿尔伯塔省呢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呢 这个省是加拿大一个能源大省 它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运材料 仅次于沙特阿拉伯 可以说在很多的时候 这个省的经济是非常好的 而且在这个省份里面呢 也是全加拿大境内 这个这个工程师的这个人口均数啊 是最多的一个省份 同时它的这个人口的自然年龄啊 平均年龄也是最低的一个省份 可以说是欣欣向荣 充满活力的一个省份 这个省不光每年前来移民定居的海外人很多 也是加拿大境内啊 移居过来的人也是最多的一个省份 那有点像咱们国内的深圳啊 就是各个地方都往这个地方来做汇集 还有一个亮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省非常出产 非常品质优良的这个牛牛肉啊 三三一级的牛肉 这个省的人口数不算少啊 在整个加拿大都不算少的 仅次于这个隔壁的BC省 BC省是500多万人 这个省是接近500万人 但是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是呢 就这个省的牛的数量是超过人口的 是500多万头牛 平均每个人有一头多牛 您想想这个省的这个农牧业也是非常发达的 那所以结合这个省的经济发展的特点呢 阿尔波塔省的省提名项目也是非常活跃 而且它也结合自己对人才的特殊需求 制定出特定的这个省提名项目 那我们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 这个阿尔波塔省的省提名项目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也一起结合阿尔波塔省省提名的这个官网 给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 因为很多朋友一看官网就觉得脑袋大 信息太多 不晓得如何下手 有些政策的解读自己也看不清楚 那么今天就结合官网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就现在就开始啊 各位朋友如果不知道阿尔波塔省提名项目的话 可以跟我一起打开这个网址啊 不熟悉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打入定区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省的省提名网站 就是呃 类别和各方面规划的非常的有逻辑性 调理性看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打开应用眼帘就是一个这个呃 圣诞底的一个字 然后告诉了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信息 主要的两块呢 就是包括呃 AIP application stream AIP是他省提名项目的缩写 他刚刚改了名字啊 现在叫阿尔波塔Advantage Immigration Program 嗯 就加拿大啊 就是阿尔波塔省优势类移民项目啊 以前叫阿尔波塔 阿尔波塔呃 省提名项目 现在就是改了另外一个名字啊 写的又有特点点 另外一点呢 就processing time inventory 就是处理时间和他目前所有的机案等等啊 这信息放的都是非常的呃 显眼啊 那在这里有一个overview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overview 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可以了 呃 这里有一个项目就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他什么呢 这个AIPP啊 AIP项目 他说呢 economic immigration program 他是属于经济类的移民项目啊 其实这就我刚才所说的 加拿大的这个省提名项目呢 嗯 都是省经济类的移民项目 因为非经济类的移民项目 基本上都是由联邦进行处理 省就不再插手了啊 因为省提名项目的初衷 就是因为各个省之间呢 经济发展不平衡 或者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定的一些需求 来引入移民的项目啊 所以自己做了一个总结 那他说的呢 他要什么样的一些移民呢 nominees 就获得省提名的提名人 需要must have skills 必须具有技能 fuel job shortages 看到没有 就是帮这个省填补这个用功短缺的问题 或者是呢 be planning to buy or start a business in Alberta 就是什么呢 有计划去购买或者是新建一个生意 这是两个类别 所以从这两个类别一看 这也是基本上加拿大所谓审提名项目的一个定调 要么就是做生意 做企业家 要么就是一些技术类的移民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嗯 然后这里又有个总结 if you are nominated through the program you may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to gather with your spouse or common partner or dependent children 如果你通过这个阿尔博塔省提名项目 你可以进而去申请永久居民的身份 那永久居民的身份是谁来处理的呢 还是一样 通过省提名项目来做申请的 必须还要通过RCC 是什么 加拿大的移民部来处理你的省提名申请 只不过一般获得省提名啊 后面大概率你的移民申请就没有问题了啊 除非有极小部分人 在这个这个比如说无犯罪记录上有问题 或者是你身体有重大的一些疾病 那一般来说啊都不会有问题 如果详细想你还能了解 可以参照我之前以前所录制的讲座啊 关于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 他的一些医疗的一些门槛 大概是在哪里啊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program stream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项目所涉及到的一些啊 类别是什么 这个类别我特别喜欢 分的特别清楚啊 streams for workers streams for entrepreneurs 啊 这个就是对技术类移民的申请人的申请类别 第二个呢 是对企业家所做的这个申请类别 一目了然 在对这个技术类移民的申请类别 他只能说只有三个类别啊 而且他这个 这个类别呢 这个三个类别针对的人群也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看技术类的啊 阿博特 opportunity stream 这是属于阿尔省的机遇类移民 啊 第二个类别呢 是阿博特 express entry stream 哎这个express entry很熟悉啊 我之前也讲过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加拿大联邦的express entry是什么意思 那阿博特什么也有express entry呢 这其实是加拿大各个省提名项目 基本上都有和这个联邦意义系统相连接的申请类别 也就是便于加拿大每个省份到联邦的意义系统中 看有没有对应的申请人 那通过这个类别来做申请的话 全程基本上可以做到五指化操作 然后申请下来的速度相对比较快 那这个类别呢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叫base program base program一般来说到最后申请 呃正式移民的时候呢 都是通过纸质 你要把你的纸质提名函啊 申请材料啊 给寄到联邦的啊 记住这点就行了 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些新的 在这里面呢 还有个新的一个小类别 叫accelerated tech pathway 啊 就是加速的技术类别的 就是科技类别的 那我们在后面的讲座 会给大家做一一介绍 最后还有个rual renewal prostream 就是和呃 偏远地区或者是乡村地区 所设立的一个项目啊 这就是三大类 就是对技术类移民申请人 所设立的项目 然后第二大类呢 就是呃 entrepreneur对企业家 所设的啊 企业家里别看这么多 但他其实申请的 还是有呃相关性的啊 在这里面一共有四个类别 在这插下话 之前这个阿神的审提名项目 并没有这么多企业家类别啊 甚至没有企业家类别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哪几遍 rural entrepreneur stream 也是一样乡村地区的啊 第二个呢是graduate entrepreneur stream 对在阿尔伯塔省毕业的 留学生啊 国际留学生 如果你不想出来找工作 自己创立企业 当然可以 在这里面呢 甚至都没有对你的 这个投资额的需求 farm stream 为什么会有farm stream 一样呢 因为加拿大这个阿尔伯塔省 也是一个农业大省啊 他流入会有爱 他有种一些古物什么东西的 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还有是foreign graduate entrepreneur stream啊 这个类别就比较好玩了 我个人理解呢 是直接吸引海外的人才 尤其是在美国毕业的留学生 可以慎重考虑一下这个项目啊 就是foreign graduate from outside Canada can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有没有看到 在海外毕业的 在加拿大之外的毕业的一些啊 大学毕业生呢 或者研究生呢 可以直接申请 这个通过这个项目 企业家项目来申请移民 那么这个上面呢 就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 主要的几大类别的一些项目介绍啊 关于具体的项目介绍呢 我会一点一点的和大家再聊 我下一节讲座里面呢 会大家细节说一下 这个阿尔伯塔机遇类移民项目 这个项目非常的重要 那很多雇主担保的类别 其实走的就是这种 对咱们国内的申请人 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好吧 大家注意看我的下一节讲座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 法定法律顾问市定四 我们下期的加拿大移民局 帮忙使用时呢 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